接下来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当下大学生的一些就业的形式 因为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也和陈兴栋 陈总聊到这个话题 今年的毕业生是有600多万人 加上去年还有100多万没有就业的学生 那就是800多万人 很多人说今年的年景比去年相对来说好一点 这个金融危机好像也过去了 那您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这个就业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都忙于一般的一年世纪忙于 头上都非常忙的 我不太接触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个 那么通常我们每年全年的招生招的新的员工呢 也都都通过这个我们叫库普 这个compand这个neural recruiting 这个新的一个line 一个线路他们去招的 我不太了解 但是最近一年多有个情况发生了 我每个礼拜接到电话 是来自于有些关系的 或者是关于当地客户关系啊 政府关系啊某某某的 是要来得很简单 就是说要谈某某孩子要就业 在美国什么大学毕业 或者在复旦什么什么毕业 这慢慢慢慢就成为我有非常头痛的问题了 这个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接到这个电话说 或者来一个要求 说某某领导人请我再钓鱼才吃饭 我什么事情就是为了安排一个人的工作 也都知道外资银行比较好一些或者怎么样 使得我非常的为难 因为外资银行的要求真的不是可以照顾的 它有很多程序 所以我慢慢又了解到 原来为什么这个情况突然发生 以前前几年没有过 金蜂帽的时候把投资银行打击得很厉害 怎么还有人要到投资银行来呢 我以为不会那么多人来 现在发现原来中国的 也不管中国在美国也一样 这个就业压力非常大 我在进一步了解 有个客户是做大学生研究的 才发现是差不多五六百万的大学生 每年毕业观光而来 才发现这个就业问题是 可以说供待于虚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我想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很久 总体来看我认为 这不是一个人数多和人数少的问题 我认为今天留给大学 一方面是就业的人数要求多 毕业的人数多了 当年我觉得80年代的时候 只有二三十万毕业 现在将近要到几百万五六百万的 四五百万的毕业 这个人数增加了 当然就业机会也很多 第二我认为我还不是从表面来看 我从一些深圳市来看 可能更看到一些 中国经济发展的momentum 就是这个趋势 我相信再减缓 这是一个 我们叫做科学发展观 对吗 不能这样这么快的速度 真是速度了 第二我看到 就是留给年轻的机会 又来越少了 所以我曾经说过 哎呀 我是这批大学生 都是我们 我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这个都是我们子女辈的这个年纪的人 我说我们这代人是先苦后甜 你们这代人可能是先甜后苦 而且要苦很久很久 很大的问题是就业的情况会非常严峻 所以我相信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我都找不出一个很多的庙方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我也看到很奇怪的是 我们在国外招新员工的时候 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Cambridge或者是这个Oxford 或者是这个Yale 大学生毕业就可以了 我在国内看到 国内的这个券商 招生都要博士的 哎 我说为什么呀 后来他们是用这个门槛 是用这个门槛提高以后 使得这个进入门槛更加高 按着他们的说法我早就失业了 我就是一个本科 前面还是公众面大学生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我就很严重 事实上是延缓了 这种博士生的越来越多 我并不认为他们只是越来越远博 而是延缓了他们的就业的时间 Delayed to get a new job 这样使得延缓 但是这个越多了以后 还是没法解决 高端人才越来越多 同时我认为读书多 还并不见得是人才 这是我怪的问题 我通常不要博士 我认为我们就是这一算 这个太复杂的衍生工具 导致了美国经营红包 我不认为那么复杂的东西